民间乡万丹社区关华据点 平常都是老长辈在这里集体共餐及活动的地方 这一天上午 由乡长夫人及幼儿园园长 带领着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来为长辈们表演唱歌及跳舞 只见小朋友天真可爱的笑容及舞蹈 感染了在场所有人 现议员罗美玲 感谢乡公所及幼儿园的用心 为长辈带来欢乐的一天 民间乡立幼儿园的孩子 今天在师长的带领之下 到家照协会在万丹的据点 跟老长辈一起来同乐 今天小朋友带来了两支非常活泼的舞蹈 展现了孩子天真无邪的童真 我们今天也看到老长辈们非常的开心 小朋友的表演天真可爱 也都说自己跳得很高兴 也希望阿公阿嬷看得开心 我今天表演给阿公阿嬷看很高兴 我今天表演的是小娃娃跟茉莉花 我今天表演快乐无敌和飞飞飞 我很开心 希望可以让阿公阿嬷很开心 据点的阿公阿嬷也一直说好看 欢迎有机会能再来表演 身为南投县家庭照顾者 关华协会执行长的县议员罗美玲 也表达了很开心 看到长辈跟小朋友们的互动 就像是祖孙一样 感受到祖孙同乐的乐趣 学校非常的用心让孩子们到这个社区来跟老长辈来同乐 也希望他们能够做到这个敬老的这个精神 那我们也看到老长辈看到这些孩子们就有如见到自己的孙子一样 那我们都期待说不管小朋友也好或老长辈也好 在他们这个一起同乐状况之下感受这个祖孙互动的这个乐趣 万丹社区关怀据点的老长辈 在小朋友的陪伴下感受到祖孙同乐的趣味 县议员罗美玲表示 未来也会多邀请幼儿园与长辈们同乐 让生活更充实与快乐 记者王水仙民间采访报道